本土 民主 反共 普朗政治 民生起 myradio.hk 國師陳雲十分鐘籌款演唱會即將開始 想聽陳雲開康獻唱金曲 現在機會來了 接下來在10月16日 myradio.hk 八周年台慶聯歡晚會 陳雲將會上台激昂高歌 為myradio籌無營運經費 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在台慶獻唱的話 可以選擇親民普羅政治學院捐贈現金或支票 支票也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 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 假如你有paypal戶口 你也可以登入之後 以轉帳的方式將贊助款項傳入 hkpolitariat at gmail.com 同時著名贊助陳雲十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 如有查詢請電24673088 請大家踴躍捐輸支持陳雲國師 和支持陳雲國師 看國營集班 主持鄭松泰 跟文知阿B 大家好,回到星期四晚見過研習班的時間 今晚是十月十五日,星期四 早兩天我去報名委員會選舉 待會我會在節目尾上按規例 要報名委員會選舉 因為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是選舉廣告 免得違規 今晚我們說什麼? 今晚星期四 上次都預告了,講完引渡就講南非 我以為還沒講這個政題之前 我想說明晚是賣Radio台 明晚星期五晚賣Radio台 那地點在哪裡?地點在黃大仙 黃大仙那裡呢?我忘記了 應該是黃大仙 是不是黃大仙? 我不要追蹤 是嗎?我們先檢查一下 這個綠綠真可憐 待會我們再檢查一下,看看地點在哪裡 因為明天我自己都要遲去 我自己要上課,上完課才去到 因為今星期四都要跟大家說 如果明天見到我的時候 千萬不要講選舉的事情 大家千萬不要講選舉的事情 因為跟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吃一頓飯而已 入正題了 今晚跟上星期的節目都一樣 上星期我們還是在講金地 印度 我們有講過上星期 不如今個星期今晚就講一講其他事情 但其實都是跟金地有關的 都是回到金地最初成名的地方 就是在南非 其實他那個成名的地方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過的 金地其實不單是成名 加上人生的轉變 其實嚴格來說金地都很離地人 本身 他是副家子弟 都算是離地人 然後去英國讀書 以為自己是律師 最少受到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地位的尊重 雖然是叫做印度人 但英國社會相對來說 都叫做有一些社會地位 但沒有想過去到南非之後 受到這樣的待遇 其中一個我們之前提過的就是被人扔下火車 相信大家都在最容易熟能場 而今集第一節 我們是講回他有份參與那場戰爭 如果再獨森一層 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場戰爭其實是強化了整個南非 通常隔離制度 即是波爾戰爭 是的 但這件事是頗有趣的 其實我看回這段歷史 我發現其實他跟198年 英國租借到新界之後 那些遺頭人反抗打了一場 有個歷史學家說這場是一場新界的陸人戰爭 即是你在說的 就是這個在南非的波爾 那場戰爭其實是類似香港 性質其實相似 不過是規模發得很好 但為何會先說跪頭腦 即是你這個是有少少的 是很典型的英國殖民統治的模式 即是他可以反抗他會先高壓力 但如果你不是打得太魔朗的話 他會覺得你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對手 他會打完你之後就懷由你 不是那時有遺頭佬那班人是超勇武的 即是不像現在香港那樣 他打贏了你之後 他覺得可以為所容為 不是拿著石頭佬衝進英兵裡 即是英兵裡的 當時他有英國的指揮官 我記得 另外有一幕就是那班遺頭佬 就拿著石頭佬 就走去跟那些防暴警察對視 這些是後來的 後來的 但是再早期那些 基本上就跟我們現在認識的 有什麼關係 現在我們是沒有什麼看過這些場面 是說起後說的 原來你的競選對手也是 是啊 這個講明不是一個 跟選舉無關 但是都是比較那類人 有些人就做 有些人就推下去 根據你那位對手的言行 雖然中共已經說 對所有之前統戰對象已經開始翻臉 但唯獨原居民還不是 如果真的有選舉輪特利 即是溫廷提示的一聲 你清算所有曾經統戰過的對象 最後就是你的了 現在其實都會 最後一定會 一定會拆遷 一定會拆遷 你現在面對的就是 你連建制派裡的那些議員都在大洗牌 就是你本身那些 很坦白說的 你還會想著伊拉中樹根 元秋那些什麼 大家都很不幸 田大少也聲稱 最後那些委員會的選舉 都是中聯規法控制著的 那些事情是感怒不緊要 還沒真的反抗 因為建制派你真的沒面對過一個這樣的大肅清 對你來說 可能我們有少少未開始 不是今天有少少 講回香港的背景先 阿近剛才有說過 那個圍頭佬 為何有關呢 其實香港那班的原居民 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他們只是因為在這個港英期間 他們來香港殖民的時候 住了很久的一班人 英國是未碰過 之前有過 所以為何會說相似呢 剛才有說過 跟南非相似 當然在處理手法的模式上相似 還有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當時的南非其實是類似的 這個新界 相似的 還有整個南非組 英國未殖民之前的歷史 其實跟澳門相似的 第一他是葡萄牙 但有個分別就是他沒有 在南非、沿岸就整整雲地 他是過一過 可能上岸跟人做生意 補充食物 然後駛去引渡 後來就是荷蘭人 荷蘭人曾經的事 想搶澳門但失敗 因為當時葡萄牙 他根本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要留下來落地餐巾 他又不是海島 嚴格來說 所以他去到的就是 他是做生意的 到荷蘭的時候 有一點不同 荷蘭那群是基本上是移民 直接去到的 所以 為何說像圍頭老 其實你說 我們香港那群新界 或圍村那群 都是早期 可能在這個名稱時期 被迫害的一群人 想來到香港 但是同一時間 是南非都一樣 南非的就是一群荷蘭人 現在移民數不是多少 是去到十九世紀初 初中 最最初段 那時英國帶了拿破崙 拿破崙是佔了荷蘭本土的 跟著英國就怕 如果法國佔了荷蘭所有殖民地的話 他的勢力大增 所以搶先一步佔了荷蘭所有海外殖民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 他最後拿破崙輸了之後 他戰後跟荷蘭簽的條約 他又不是全部都被吞 他那時出於一樣 要維持歐洲勢力均衡 高度自治 大部分荷蘭控制的殖民地 是給荷蘭的 除了南非之外 那個講法就是 擁有權 譬如澳蘭治那些 就是我們的 但是 那個管治權 現在暫時歸你所有 即是那個高度自治也是這樣 譬如印尼是整個給荷蘭的 阿達華士的話 整個英俗馬來亞 是老鏈那麼大的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他沒有這樣做 當然為何他選了南非 因為很明顯 那時未起訴而是運航 那時其實是使他去印度航運 邊境之路 也都是韓運邊境之路 後期為什麼一直是急於 到了英國真的覺得 要直接插手的時候 去譬如鐵路 或者整個交通網上面 是怎樣由那個 叫做空間建設 或者一些基礎建設上面 去建立一個所謂的 大英帝國的鐵路網 但是不要說那麼遠 其實你佔了南非這處地方 其實又是一些 我想又是阿達說的 那些行大運的東西 他佔了實際 完全沒有意料的一件事 到十九世紀末 首先你發現了一個大的 是鑽石礦 然後發現了一個大金礦 兩個都是全世界最大的 兩個是全世界最大的 還有一開始 因為有一段時間 大家覺得鑽石不值錢 但是他們那班英國佬 真的有眼光 你沒得說 對著一堆石頭 因為當時也有一個 所謂的有少少少蕭條 就是叫做 在那個戰爭期間 還有還未發現這兩大寶藏之前 其實英國就直接問 然後當然會有些英國人搬過去 有部份的荷蘭裔人 就被迫搬過去 向東北部方向遷復 繼續遷復 那他先出第一幅圖 是啦 第一幅圖出一出的 最後就是荷蘭裔人 向東北部造了兩個 棍子 即算是獨立國家 你可以說獨立也好 半獨立也好 在我們的大中華傳統裏 叫棍縣 最上面那個 可以叫做 川斯亞 或者叫做南非共和國 南非共和國 下面那個叫做 歐蘭治治治區 歐蘭治治區 就是講荷蘭的皇室的聲號 亦都是為何荷蘭國家隊會穿橙色衣服 其實最側邊還有一個 NATO的地方 都是有荷蘭裔人 但那個獨立程度就低一點 NATO其實現在 NATO也是一個叫做大省 但下面的就是 CAP Colony 那這個是19世紀中期 中到後期 中期到後期 叫做南非上派 那你這樣大嵐 其實南非本身也有 有非洲人在那裡住 是啊 你這樣大嵐派 一定會是製造了很多種族衝突出來 裡面最少有幾樣人種認得清 有荷蘭裔的白人 有英國人 有黑人 有印度人 印度人 印度人 再加上一些土著 嚴格來說 基本上這裏就是一個 怎樣說呢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那麽清晰 有一個國界 或者國家的概念 純粹其實是幫助 似似的 似似的印度 似似的印度 但都要說這件事 其實都是何裔的 就是何裔原居民多些 都是多個英國人 但是在這個背景底下 為什麼會是 這個是特別之處 因為的就是 南非本身是 在英國正式叫進去 打贏了荷蘭之後 之前 我意思是說 英國就去打贏了荷蘭 贏了地 佔了地 但是人是多 但是人是多 但是人是很複雜的人 結果你不可以學 那次加拿大 或者澳洲、紐西蘭 直接放自治權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說了事 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他不相信荷蘭人 就是你想想什麼 英國過去的時候 看到荷蘭人是白種人 大家 你不要以為大家 是白種人同聲同氣 因為他是荷蘭裔的白種人 我當然不相信他 一八七幾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大的 非洲武陸 就是祖魯族 半面打了一場 幾大規模的祖魯戰爭 這個跟之前 我們說的那場就有分別 這一場大規模很多 那是小規模訓練 這個曾經是 搞到英軍輸了一場 很出名的敗獎 但是最後也要贏了 但是因為這場仗 那個川斯亞國 他最初 他怕打不過這幫祖魯人 就跟英國說 我們現在 歸順你們 你們管我們 祖魯人其實都是 祖魯人其實都是 何裔過去的移民 不是不是 非洲人 是一個很善戰的民族 這個我有少少搞亂了 如果現在是 179至81年的時間 你說是一個大戰爭 其實是三年四年左右的市場 我想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那個祖魯的戰爭 他現在打的地點 大概是在我們這幅圖 是甚麼位置 都是東北邊那邊 都是東北邊那邊 為什麼我會搞錯 因為其實他是不是真的 是近澳蘭治的自治幫 那個位置 因為我看過 之前有一些 譬如有些文件 就是其實他 除了叫做祖魯族 還有其實當時有一些 叫做 orange free state 那裡的人 都是有顯示進去 後來才會引申到 變成一個川斯亞共和國 在那裡 叫做開始組成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不是的 千澳共和國是很早成立的 很早之前就已經有了 但我沒有說過 我真的搞錯了 完全 他歸順了英國 但是後來英國又 他們期望英國會管得再好些 誰知道就下空了 後來就 一百八幾年之後 是打了第一次波爾戰爭 這次其實 所以我贏了 他是用一遊擊戰 搞到英國的政規軍 完全搞不定 結果變成一個半自治幫 幾乎是完全自治 這個波爾戰爭 其實跟我們剛才說的有關 然後先後就發現了鑽石礦和金礦 是的 而這兩個河裔人建立的國家 其實是有錢了很多的 因為你最基本的是 當時已經有一群河裔人住在那裡 當他們發現了金礦和鑽石礦 我們就一起去那裡掘金 就不是見了自己的親戚朋友一起去 就是荷蘭的親戚朋友 當然有些英國在英國沒有家 看到這裏發現又沒有的話 都會受到 當然你這樣做 那麼多人口 多了那麼多人口湧入來 整個種族關係 搞到更加的 其實到後來 我們這次有幾個人物 有兩個主要人物都想說 其實他都是因為 其實是看到他們有金掘 才走去 他出第二幅圖 這個人其實是很有趣的 這個叫做羅德 或者叫做英文 其實如果國客是一個 讀書很厲害的高才生 或者你的子女是一個高才生 可能也會聽到一個掌學金 叫做Rose歌 羅德掌學金 可能是地上最強的掌學金 其實羅德掌學金 到現在還是地上最強的掌學金 但再早五至十年前 基本上你拿到羅德掌學金 你會紅巴的角色 就是這樣說 還有會變成 有機會變成 要管治這個世界精英 沒錯 當然羅德掌學金 是叫做羅德的後人 可以創立 但為什麼會是管治世界精英 因為他裡面有一種 非常之 長遠和深厚遠慮的組織 他是要將一班牛津幫 透過羅德的人 就開始建立那個網絡 就會覺得這個世界 應該是牛津的人去管治 還有可以蠻少少神秘之事 其實他是進了國際院的 是 但他覺得國際院不行 他要建立一個比他更好的秘密結社 所以他是 為什麼羅德掌學金 有些人有說法 其實你進入羅德掌學金 有一個最早很早的年 就是有一個叫做secret society 就是由羅德一班 找一些牛津的人去 line up 後來就一起去南非那裡見國 他最大的夢想是 美國可以回到大英帝國 沒錯 他真是終極歸英 他是終極的大英帝國主義者 甚至他覺得德國其實都可以進入 他是一個安格魯山學術民族的主義者 再準確一點來說 但為什麼剛才會提提羅德這個人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背景 就是南非開始發現到鑽石 有一個金礦的時候 羅德其實小時候是身體力弱的 他從小到大都是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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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是四十多歲就掛了 掛了掛了掛了 但是因為家裡相對來說有少少錢 但就不是很富裕 其實坦白說 他是一些農業的地主 但他很幸運 剛剛發現鑽石橋的地方 就是他的領地 領地 我想大家如果要買鑽石給專夫人 都可能聽過一間公司叫Dbis 其實現在就是他創立 沒錯就是他創立 我們還活在他的戀愛之下 到現在還是 我想說 其實他是牽連到整個歐美的學者 但是羅德他就是因為小時候家裡相對富裕一點 就是小康 他本身身體又差 其實他爸爸覺得你這麼廢 你留不到在農村工作 在英國那時候工業革命 到處都沒有 沒錯 那不如你去一些南非都鄉下地方 那裏空氣好一些 或者你可以長命一些 是啊 就覺得他不如你走 離開 他去南非的空氣好一些 那裏又大一些 又不需要的 就是叫做 就是你 因為他真的做不到事 他真的做不到 因為他小時候其實說了很多次 譬如有試過有輕微的心流症 即我們現在有心流症 心臟病發 有試過肺 有肺炎 或者痣癡 基本上是有兩三次都會死 但是他又死不去 死不去的話 就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去了這個 是不是二十多歲呢 好像二十多歲就去了南非 去了南非之後 他第一個夢的就是 他發現原來南非是有金的 還有 也因為這樣 就開始建立他自己的大英帝國的事業 成為英國政府在南非的 又不是代言人那麼簡單 他做了一間類似 模仿東印度公司的公司 叫做英國南非公司 接著他也請了很多達官國人做股東 變成是用這件事來影響英國政治 他其實有點像這個下士三千 還有我也試圖想想一個花名 你可以形容他是一個英國版強勢公 雖然這件事好像是對強勢公 太大的高漲 太大的高漲 兩樣東西 你想想羅德 差了是不是有錢 對 差了是有錢 但當然羅德也有他的能力 能力的第一件事 其實我有一個事件 也是影響了他 這件事也是想學東印度公司的 但其實這件事 短暫來說是撞了大阪 大長線來說是真的 他叫做Jameson事件 他派了下一間抗業公司 他有一個高級職員 帶了一班 所謂的警察 應該是僱傭兵 還有配當時最適合新發病的機關槍 Jameson 我們是沒有圖 沒有 就是打算闖進村西亞國和國 把自治政府推翻 然後變成了新英政府 老實說 因為那兩個荷蘭的自治幫 根本就很有錢 你有槍 你有機關槍 我們也有槍 他就被人重重包圍 然後死了一百 五百人的遠征軍 死了一百人 最後就要投降 最後幾乎 Jameson幾乎是被處決 而且他們衝進去之後 引起了另外一些其他國家的注意 很多歐洲國家都 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同情他們 尤其是德國 同情川斯亞 不是同情英國 而德皇威廉二世 直接拍了賀電給川斯亞總統的黑路隔 打得好 打得妙 而這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其中一個很早的導火戰 英國開始覺得德國是一個大威脅 因為德國的回應 就是開始發現到 德國其實不是對英國 他那個大英帝國 沒有任何回應 而且當時同期的就是 德國也是處於公立革命 他都想去非洲搞職民地 處於公立革命時期 這件事之後過幾年 到1899年 就第二次波爾斯典爆發 實際上其實 德國、荷蘭、比利時 都有人志願去幫忙 而且德國是派了軍事顧問去視察和做指導 但另一邊的就是 英國就用他的殖民地 也都提過 金地為何有他的關係 就是因為金地去那邊 鼓勵印度人去武兵 其實澳紐、加拿大都有派兵幫忙 但是為什麼第二次波爾戰爭 其實都叫做重要呢 是非常之大 打到很大規模 搞到英國要動員幾十萬人來增援 最初是不夠打的 而且直接在英國開始有一個正式的駐兵 或者叫做後期的所謂的集中營制度 引了集中營製造第三幅圖去 有很多新納稅分子為集中營政法辯論 通常開頭一句就說 concentration camp這個字 根本就是英國人發明的 根本就是英國人發明的 然後你看這張照片 如果我們不再去解釋 你以為是納稅集中營的生患者上來 這張照片其實是 後來是一個英國反戰人士 就是洩漏給傳媒 而當然引起了整個歐質 整個歐美公分 因為開頭的時候 在二戰之後 很多國際輿論在指責 德國是整個人類史上的魔鬼 最殘酷的面就是集中營裏面的出現 大家看很多書和我們的印象 都會覺得集中營這件事是德國發明的 但實際上為什麼我們會說 這一場戰爭其實是影響巨大的 其實它是在裡面埋藏了一些很極端的 叫做我們叫什麼 極權主義的種子 而DFOTO就是當時 在後期揭露出來之後才發現到 很多人就指責 其實你英國人不要裝模作樣 你們不是一樣 那死死地氣要改善他們的營的生活 但集中營這個戰術是很成功的 因為後來英國大舉增援之後 波爾人又要採取手術和化整 梁維林改打遊擊戰 但英國有上次教訓 你遊擊戰打得成一定有村民支持 總之我們硬把村民搬走 那你就沒辦法了 所以後來這個是因為戰爭上 英國人有一個經驗 他對著那些原居民或者所謂的遺頭佬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搬走 或者其實我們有一個更加貼切 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圈養 其實一直以來 譬如你看南非或者我們講印度也好 有一件事是英國人特別發明 其實香港也很像 當時的中環是英國人的 通常來到香港的華人 就在柴灣、北角等 其實是好像一個空間上圈養的政策 而這場上最後的波爾人頂不住就求和 而且很諷刺的就是 雖然這場上表面上好像是英國人贏了 但實際上那個和平條組是寬大的不得了 你不禁奇怪 到底誰真的贏了 他寬大的地方就是給了波爾人 可以有槍械智慧 保障了他們的人生安全 然後後來就是 然後他們那套African的語言 那種荷蘭式的荷蘭話 就變成了官方語言之一 官方語言之一 雖然會教英文 但我不會強勁你們放棄你的語言 他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在法院或政府 就用英文最主要的官語 但譬如你去到學校或其他公共 或者法院都可以用那個 何裔的非洲語言 最重要的一件事 本來在Cape Garnet Colony那裡 非洲人不是一定沒有投票權的 其實如果非洲人本身都是有些錢 有些家產的話都可以投票的 但是那些波爾人覺得不可以接受 覺得只可以白人才可以投票 沒錯 所以在戰爭之後 在談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波爾人都可以投票 還是還是繼續限制這個 所謂黑人的投票權 而這件事英國是一樣的 結果這場仗是促死了整個 你是強化了整個南非的種族隔離地道 而且很諷刺就是甘地有份 有份幫忙 有份幫忙 為何我們會說一件事 就是有些時候 這個反過來很簡單 就是第一次總結 我們之前有評價過甘地 他那個姓洪的神聖地位 其實這個故事 講給我們另一個道德教訓 就是你出來搞政治的話 你不可以追及絕對的道德 沒錯 亦都是的 就是甘地當然在印度裡 都是有被批評 你每次都怕被人倒閉 不知道多少分 是一筆都做不到的 沒有可能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全世界都會覺得你吃人 現在這個背景就告訴大家 其實甘地是促成了南非有30年 那個黑人被圈養的情況 大哥 這個是最恐怖的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回來再講